开心挥舞 青天白日国旗进场 这是巴黎同志运动会揭幕式 仔细一看 挥旗的竟然是法国队 原来他们主动索取我国国旗 要力挺台湾 这几天我们刚来的时候 就很多法国的团体来跟我们要 一些我们国家代表的一个识别旗帜 然后他们也很主动帮我们 做连锁的动作 要的台湾的国旗进场 也是帮我们台湾这一次 做一个声援 因为他们也觉得说 使用台北基本上是 不够尊重台湾这个地方的人 那他们也想帮我们做这件事情 当然我们也很感谢 巴黎同志运动会官网 七月下旬把参赛列表的台湾 改成台北 好几个国家队都有耳闻 旧金山队和法国队 都主动挥旗声援力挺台湾 台湾队出场时 带着大幅小幅国旗 布条上还写着第一个婚姻平权合法的亚洲国家 如果其他国家就是他们有自由的展现自己的国旗 或者是之类的话 那我们就是当然是不落人 但是当然如果因为毕竟就是联盟也有声明说 他不主动提供旗帜 所以那他们就是希望尊重每个团队各自表达各自的想法 然后我们协会其实最重要的 其实是告诉大家说我们是亚洲第一个要婚姻平权的 就是国家或者是地区 whatever就是他们希望怎么认定 每四年举办一次的巴黎同志运动会 创始于1982年 今年是第十届首度游巴黎主办 吸引91国1万多人参与36项赛事 今年台湾好手首度以台湾队的名义参赛 角逐竞速滑轮 网球和桌球游泳等七个项目 也再次让世界看见报道